今天你要是学会做这道菜 你的家人都会夸你吃大厨 先把带鱼切成块 再用筷子把带鱼的肠子取出来 这样子煎的时候不会破掉 再把鱼筛气干净 准备蒸鱼豉油、老抽、料酒、辣椒酱、盐、白糖 调成红椒料汁 带鱼里面撒点盐提前入味 煎的时候不会粘锅 先把锅烧热再下油 这叫做热锅下冷油 主页更新了一千多大菜 每道都很详细 你要是不知道吃啥做啥 跟我投降旁边的家号就可以收藏 每天跟我协作一道菜 你的厨艺肯定会大增 鱼下锅不要马上宽动它 不然很容易破皮容易烂 用中大火煎至底部凝固硬化 再悄悄的现锅 下葱姜去腥 录制视频不容易 点个爱心支持一下 谢谢 煎至两面金黄 加水淹没食材 加调好的酱汁 中火烧五分钟 下蒜苗红椒点碎 来点芝麻油 增香增亮 中火收一下汤汁即可 煮夜每道菜都很详细 总有一道适合你 记得点我投降 进来看哦 说 煎子 下蒜苗红椒 下蒜苗红椒